850,000 我想你大概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报道 在2018年10月的一次苏富比拍卖会上 以104万英镑成交了一副Banksy的涂鸦作品 而就在落锤的那一刻 有人启动了事先藏在画框里的碎纸机 作者Banksy后来公布了一条视频 声明碎纸竟然是他自己藏在里面的 本来是打算全部切碎的 但不知道怎么卡住了 苏富比拍卖好随即发表了声明 Banksy并不是在摧毁一件艺术作品 而是创造了一件新的作品 三年后在2021年的10月 这幅切碎了一半的画 以2540万美元的价格被出售了 三年翻了将近20倍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 这不就是当代艺术吗 靠华众取宠来博眼球 然后谋取暴力 如果你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 那确实会有一些武断和片面 我想许多人都是因为这个碎化事件 第一次听说Banksy这个名字的 但当你了解了这个人之后 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而当你了解Banksy这个人的心路历程之后 甚至可以理解这种古怪行为背后的逻辑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的男人 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或者说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的人都守口如瓶 仿佛魔术师之间形成的默契一样 听起来好像很神秘 很不得了 但是这件事情你要换个思路 他不露脸 或许正是因为他露脸也没什么意思 他不是钢铁侠蝙蝙蝠侠脱掉面具 哦原来是首富 他应该更像是蜘蛛侠 一脱掉面具发现 切 原来谁都不是 那么既然露脸还不如不露脸来的有噱头 我想换成谁都愿意保持神秘吧 不过Banksy的不露脸 也不光只是为了制造神秘感 主要还是因为他从事的职业是违法的 露脸真的有可能被逮捕 那我们现在说Banksy的职业 他是一个street artist 街头艺术家 街头艺术家的前身 通常都是graffiti artist 叫涂鸦艺术家 这有什么区别吗 他们画的内容都一样 使用的工具也都一样 但一字之差 就能够判断出 他究竟是一个违法乱纪的小流氓 还是一个资本追捧的大艺术家 要搞懂Banksy 首先我们得搞懂 什么是graffiti 涂鸦艺术 涂鸦是1970年代开始流行的 它始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的贫民窟 说它是一种艺术形式 其实是一种工为 因为早期的涂鸦 就和在公共场所写道词意犹 属于一个性质 唯一的区别 就是他们会稍微设计一下自己的签名 而这种到此一游 最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遍布全程的地铁系统 所以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地下预处 那为什么涂鸦会集中在地铁里呢 就因为地铁是无产阶级的交通工具 1970年代贫民窟的美国年轻人 除了满脸的青春痘和唇上的小胡须 那是真的一无所有 没钱没地位也没有未来 空有一身荷尔蒙和用不完的时间 然而越是一无所有的人 却越喜欢宣誓主权 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于是呢就像小狗撒尿一样 把自己的签名覆盖到 自己生活的街区的各个角落 这时候仿佛整个街区都是属于他们的 那这大概也是一种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寻找存在感的方式吧 那逐渐的到此一忧的行为呢 开始向全市 甚至向全国蔓延 而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 就是地铁 自然成了涂鸦的重灾区 那么这些道此一游 到底能算艺术吗 当然不算 或许会有极少数看起来还行的 但绝大多数是毫无美感 纯粹靠荷尔蒙驱动的乱涂乱话 绝大多数的涂鸦呢 是让人深恶痛觉的 看到涂鸦呢 只会让人想到混乱危险肮脏 因为制造这些混乱的 也都是一些叛逆的 自以为是的 智商发育不健全的小混蛋们 但是 在年轻人的眼里 这些人则象征了有种 前卫和酷 那如果抛开对错 纯粹看涂鸦这个行为 确实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 因为它本身是违法的行为 为了不被当场被逮捕 做化石就一定要快 涂像既要简洁 也要辨识度高 迅速完成后立刻撤离现场 整个过程充满了 它圣上腺素带来的刺激 这是一种非常热血的行为 那换一个角度想 艺术的本质 不也是热情驱动 不也是打破常规吗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很困扰 我们究竟是在创造艺术 还是在破坏公物呢 但是说到底 大部分国家的宪法规定了 涂鸦就是违法行为 但也正因为它违法 反而使它具备了一种变态的苦 无论你是否喜欢美国这个国家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美国在文化输出这件事情上 长久以来都领先全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什么最酷 当然是Hepop 美国嘻哈 一个真正的嘻哈小子 不是只会唱跳rap的 他必须要掌握一整个套装 其中包括了打别街舞和涂鸦 诞生于美国贫民窟的嘻哈文化 从80年代开始逐渐入侵全世界 那首先受到影响的自然就是 英语地区的年轻人 这里呢是Banksy的老家 Bristol 或许你没听过这个地方 但这里呢 却是街头涂鸦在英国的发源地之一 这个地方呢 非常适合资深街头涂鸦 因为它穷 乱 充满了无所事事的青少年 而且城里呢又有好几条铁路 几乎能把纽约地铁涂鸦 模仿个八九不离十 那根据Banksy自己的回忆 他就是在被涂鸦包围的环境中长大的 在还没有摸过鼠标的时候 就已经算着游戏灌满街跑了 90年代初的时候 Banksy的涂鸦作品呢 逐渐在Bristol展露头角 一个涂鸦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专业训练 也不是对色彩构图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胆子大 Banksy早期的涂鸦作品 虽然也是一些道瓷意犹类的签名 但是呢人们发现 这个人选择涂鸦的地方都很有种 他都不是在一些阴暗小巷的计较嘎啦 而是在公交车站之类显眼的公共场所 那就好像他既不怕警察 也不怕摄像头 那逐渐的呢Banksy开始 不满足于这些道瓷意犹的签名了 他的话开始变得有内涵起来 有讽刺实证的 有反战题材的 也有俏皮搞笑的 那他的涂鸦呢 含有一种纯粹的英国式的幽默 就是要转个弯才能反映过来的会心一笑 然而啊 这种题材呢 同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内涵的图像 势必会变得更加复杂 那复杂的图像呢 画起来就会很慢 画得慢 就提高了当场被捕的风险 于是 一种新的作画方式就诞生了 英文叫 Stencil 就是模板作画 其实那就是事先把要画的内容 用纸板裁出来 然后直接贴肠上喷 喷完撕掉就撤 大幅缩减了作案的时间 也降低了当场被捕的风险 但是老派的涂鸦艺人呢 对这种模板画嗤之一鼻 他们认为就偏离了涂鸦的本质 就是那种刺激热血 随时可能被捕的那种精神内科 但自国以来 缔造新艺术形式的先驱 往往都活不了 真正活的 都是那些能够把规则活学活用的后来者 老派先驱的下场 往往都是被拍死在沙滩上 Fanksy就这样 依靠他独特的画风 充满内涵的图像 以及胆子够大的作案地点 逐渐在英国涂鸦界火了起来 但接下来 他不得不面临所有涂鸦艺人 都会碰到的一道坎 然后该怎么办 涂鸦不可能作为一个事业来从事 因为他不光违法乱纪 还不能养家糊口 那人们常说 最赚钱的事情都写在宪法里面 而涂鸦是既写在宪法里面 还赚不到钱的 属于纯粹的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涂鸦艺人通常有三种结局 第一种就是隐退 在成年或者成家后退出江湖 第二种就是成为供应商 就是给一些比较前卫的品牌 干些灵活 第三种也是混得最好的 就是进军艺术界 比如说Basquiet和Kittary 他们都是从美国街头涂鸦 走进了画廊 最终进了拍卖行 但是这种属于人中龙凤万里挑一的 涂鸦艺人基本上就是这三种结局 对了还有特例 有个叫Shippy Ferry的 后来进军了政坛 成为了奥巴马竞选camping的视觉设计 但是呢要说起来 这应该也属于第二种 只不过是他的这个甲方 不是一般的甲方罢了 Anyway Banksy最终选择了哪条路呢 他哪条路都没选 他自己创造了一条新路 不做甲方也不进画廊 自己搞展览 差不多就会100年前印象派走的一样的路 跳出了权威垄断 自己摆摊摇火 结果呢 结果好得不得了 他在仓库里办的展览被挤得水泄不通 连好莱坞明星度慕名而来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抢他的衍生品 根据他当时的合伙人回忆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给这些喷会定价 因为一上货就抢光 只能不停地翻倍涨价 在2006年到07年之间 甚至出现了一个词叫Banksy笑影 他的爆红甚至引起了主流艺术圈 开始注意涂鸦艺人们的作品 就这样生存问题解决了 靠涂鸦好像真的能养活自己 而且还能活得很好 于是Banksy又开始作妖了 开始向主流美术馆和博物馆宣战 当然了宣战这个词内容的 有些触目惊心 其实就是趁人不注意 把自己的恶搞作品 贴在那些经典的杰作旁边 你可以说这就是恶作剧 但是它至少是在 谁都不伤害的情况下 还能博人一笑 能够在美术馆里制造笑声 这其实是一件很罕见 也很了不起的事情 相比那些环保组织的恶作剧 所以说就算是搞恶作剧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脑子好不好使 天赋和幽默感 到底还是属于少数人 Banksy做过很多 在法律和恶作剧边缘游走的事情 除了在公共场所捣乱 他还印过戴安娜头像的假钞 他仿佛总是在不断试探 执法部门的底线 看他们能开多大的玩笑 但后来的这件事情 却把它从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 送上了艺术家的神坛 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这些城市 到此一游之后呢 Banksy将他反战题材的作品 送到了真正的战争中心 巴沙地区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隔离墙上 出现了Banksy的涂鸦 如果在这种地方被捕 可不是拘留或者社区服务那么简单了 是真的吃子弹也不奇怪 把对战争的讽刺带到战争中心 这已经不能用恶作剧或者胆子大来形容了 这件事情呢 让人意识到Banksy不光只会恶作剧 有时候他也很深刻 从此以后呢 人们就真的把他当成一个艺术家来看待了 在2022年的时候 他甚至还跑到了乌克兰的废墟上去作画 随着Banksy的名气越来越小 他的涂鸦作品的价格呢 也随之水涨船高 涂鸦作品为什么会有价格呢 西方世界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涂鸦是破坏公物的行为 但Banksy除外 甚至有业主把Banksy画的墙壁 直接卸下来送去拍卖行 如果说Stensor模板作画 只是用小聪明作弊的话 那么把墙壁卸下来送拍卖行 就真的违反了涂鸦的根本原则了 因为涂鸦就应该出现在街头 而不是拍卖行的橱窗里 Banksy自己似乎也很讨厌这种行为 他会在社交网络上嘲讽那些买他作品的人 宁愿摆摊卖自己的话 也不送去拍卖行 他曾经发表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当代艺术圈就是人类最大的笑话 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却没有收获任何成就 但好消息是 艺术圈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任何才华 也能赚到钱的行业了 也就是说Banksy的作品 出现在苏富炳拍卖会 其实并不合理 而他的画在拍卖会上被碎纸机毁掉 反而更合理 Banksy后来引用了毕加索的一句话 回应这个事件摧毁的冲动 同时也是创造的冲动 而毕加索还说过一句更有名的话 我11岁就能画得像拉费尔那么好了 但我却用了一辈子学习怎么样像个孩子一样画画 所以你说Banksy他究竟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孩 还是一个颠覆艺术的大师呢 当然这两件事他并不冲突 不过现在要下定论似乎有些太早 或许再过个50年甚至100年 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件事情 因为身处漩涡中心 难免会变得片面和主观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Banksy 觉得这家伙实在太屌 他就是我心中的神 但长大以后开始接受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也愿意尝试用更加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他 然后会发现 他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 那这里呢我想介绍两个人 两个非常讨厌Banksy的人 第一个人呢叫King Robo 他是一个老派的涂鸦艺人 也算是英国涂鸦界的老前辈了 但是呢他在成家后隐退了 他的涂鸦作品呢 也逐渐被后起之秀覆盖掉了 除了一面1985年的墙壁 这是在伦敦的一个桥洞下面的一面墙壁 这面墙壁20多年来一直没人敢碰 直到2009年 那一年呢出版了一本名叫London Handstyle的书 书中采访了罗伯王 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在酒吧里遇到了一群年轻的涂鸦艺人 在得知他就是传说中的罗伯王之后 所有人都向他表示了respect 除了一个叫Banksy的小子 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King Robo的话 于是罗伯王当场赏了Banksy一个耳光 并对他说 现在开始你不会忘记我了 那在这本书出版之后 罗伯王的那面墙壁 被视为涂鸦界朝圣帝的墙壁 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来自于Banksy的报复 这就好像毕加索啊 在达芬奇的穆娜丽莎上面做话 那这种做法呢 确实做的有点太过了 即使你是毕加索 虽然根据法律 谁也没资格在这面墙上画画 但是这毕竟破坏了涂鸦界的潜规则 许多人因为这件事情 开始讨厌Banksy 那其中就包括King Robo本人 他因此再次出山 做出了回应 后来呢Banksy又回应了他的回应 他们这样你来我往的喷来喷去 仿佛把这面墙壁 变成了线下的社交媒体 这样隔空掐架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或许很难判断谁对谁错 但是Banksy和接下来这个人的冲突 则是真正让我对他改观的 这个人呢他叫Blake Lared 是一个来自法国的涂鸦艺人 也是用Stancil模板喷画的创始人之一 看看他的画 再看看Banksy的话 我想都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翻唱比原唱更火的经典案例 Banksy对于这些巧合的解释是 每当他完成一个题材的时候 总会发现Blake Lared之前已经做过了 就是那么巧 但是呢怎么听都像是小孩闯祸被抓包后的强词夺理 对此Blake Lared也表示很无奈 最后呢我想聊聊我个人对涂鸦艺术这种艺术形式的看法 首先呢涂鸦艺术会不会成为一个颠覆艺术现状的运动呢 我觉得啊机会不大 虽然我在感情上很希望他可以颠覆 因为啊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作画这种行为 自人类文明诞生起就有了 从岩洞壁画到教堂寺庙壁画 在墙壁上画画本来就是人类绘画的最初形态 结果呢他现在却跑到了画框里 挂在了博物馆的防弹玻璃后面 变成了高端画廊和拍卖会上的一串数字 而那些所谓的高雅艺术呢 却叫人觉得遥不可及 晦涩难懂不敢发表任何意见 然而街头涂鸦啊虽然大部分都是垃圾 但极少数精品 却可以让绘画还原到他最初的初始形态 在任何人都能够用手触摸到的距离 画着让人嬉笑怒骂的内容 实要让人会心一笑 实要让人驻足思考 但即使是这样 涂鸦艺术想要颠覆艺术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说其他的 这种表达方式就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有什么情绪或者不满 大可以到互联网上当键盘侠 了不起就是封号 换个SIM卡又是一条好汉 实在没有必要 冒着被拘留的风险 跑到到处是监控的大街上做涂鸦侠 而当涂鸦失去了表达情绪的功能 而又不能赚钱还会被逮捕的时候 那他还剩下什么呢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 现在下定用或许有些为时过早 那毕竟Banksy现在也才40多岁 谁知道他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呢 反正呢我们能做的 也就是寄希望于Banksy这种大胆狂徒们 希望他们时不时后能够做个幺 能够叫我们这个时代 在一百年后的人的眼里 看起来不那么无聊 好了我是小顾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 拜拜